台南星期在今很多的民族都有100公斤 并且農民都是依照客作为主 不过最近受到天气严重变化 因此所在今的痕迹所团出到有必须的现象 来做新的農民顺势参丢 对处新的苦衷 谈哪层也够到農民来观察大事 当时也来通报到市府协助处理 另外都要求 也已经来通报到農委会 挂动相关的既队 要协助農民将在海降到最多 在台南星期大阳到大小两里 在今函子的民族待有100公斤 比较農民都是依照客作为主 不过最近受到有时冬有时冷的天气严重变化 做在今函子刷团出闭闭的现象 農民是买考无法晒顺势参丢 热生好的嘛 冬嘛 还落风嘛 天气风暖嘛 很容易拔了 这个是期间你看 现场你看 这農民的 都七八十岁的農民 那都八十多岁了 所以也很难过啦 也屋长人家真有心啦 你要看这个韩族整个屋啊 你要看这个韩族整个屋啊 这農民的農民都没有農民啦 这農民都没有農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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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这農民的啦 这農民都没有農民都没有農民啦 这農民都没有農民的農民 这農民都没有農民啦 最近压政的关系 没有農民到農民 所以大家都改政韩族 这政都政 去年一倍 一种啦 所以 所有人都多 这農民都没有農民 这農民都没有農民 我感谢我们市政府这边 积极来欢迎 让我们这農民的这些博作款 看到台南地区在今的韩族 有大民族的農民很像 台湾的汉市散压 整个联盟与特别有关系 并且表示 在园林地区下期修行的时候 同样作息反应的影响 也有参新農民的農民很像 不过来到台南一看 才知道的顺势是非常严重 过去的这个一九月来 包括到我们园林的山区 包括到台南的山区 都有刚才这种经营 园林的山区对的经营是 它过去在 它买过去的时候 园林水买过去的时候 刚才准到冷热温差 它刚才那边 去买过去那边 也有刚才这种种方式的山性 台南现在是我们最大量的山量 在我们新七新化 这种是大山区 现在在采修 農民来把 挖下去之后 看到挖了 这也是很严重的 现在是新七扇子 正在采修计 所来发生大量 拔开的进行 因为農民粗无故 完成一分地 台阳可以修身五顿 但是今年修身 只有两顿半不够身份 因此農民希望政府 可以在下保障 来减制顺势 记者肖建伟的新七扇子 插上保障 插上保障